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好意思,我追了你 我喜欢搓不上很久 不過你回頭說一下,各位街坊 拆牙真的會弄傷腰 我反正死都不信 我是男人都不拆你,不可能 是的 真的不信? 真的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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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牙真的弄傷腰痛 如果你們不相信 就請出著名主持人 何雲,黃曉嘉 腰痛,黃子 黃曉嘉 我們也不相信 健康百分健康生會更繽紛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期節目 現在腰痛這個問題 已經成為了很普遍的現象 特別是60歲以上的老人家 十有八、九個都是腰痛的 腰痛加上冬天濕凍 加上心花露放太多 一刹一架 就很有可能出現 我常常說是嘉嘉的 睡覺了 其實想問三位 真的有沒有腰痛 其實腰痛,很多時候 我們坐在電腦的時間長 做事,做事都會動 都會痛 我只做直播就已經做完 我的腰也已經直了 我覺得腰痛是經常開車的時候 因為現在塞車 有時候又塞了 然後伸腰的腰 那一刻真的… 立刻閃了一下 碰到… 最拿命的 中老年人最一定要記的 就是甚麼呢 突然拿東西 無論是重、輕 一彎一夾,一閃,一閃 就… 果然有經驗 特別是冬天血液循環 不是那麼好的時間 有時候動作不注意 可能一下子就會閃到 今天我們請來權威的專家 一起探討一下腰痛的話題 今天請到的權威專家 是廣東省針舊學會會員 廣東省中醫院 方村分院傳統療法科主任 周達君教授 對,剛才我們大家都不太相信 紅爺竟然刷牙都可以引致腰痛 總之說他有一些不可顧人的… 秘密 秘密在這裡 真的 當然要問問我們的… 你真的有秘密,對吧 等等,待會再問你 問問我們的周章 是否刷牙真的可以引致腰痛呢 對,刷牙可以引致腰痛 這種情況在磷床上非常常見 那是否跟打黑痴 黑痴也整條腰就閃了 是同一個原理呢 是,道理是一樣的 但很多人都不明白 為何這麼小的動作會引致腰痛呢 因為它發生腰痛的原因 其實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埋下它的原因 只不過打黑痴 玩腰拖地甚至刷牙 它只是引起一個誘發 它並不是說它直接引起腰痛 它誘發了腰痛 為什麼很多人都會有腰痛 實際上因為這是人的老天爺給安排 是生物進化來的 我們知道人的軀幹 就像一個桶 它後面是基柱 在胸部前面有胸骨 旁邊有肋骨 把它包裹起來 在腰椅下有骨盆 也可以把它有一個支撐作用 我們看腰這個地方 它就是只有一個腰椎 前面完全是空的 整個腰椅上的所有器官的重量 都要壓在腰椎上 年輕的時候沒問題 那麼到老了以後 它就會有問題 因為它就會靠肌柱和股之間 和肌肉之間的平衡 那麼這種平衡一旦被打破 就會引起腰痛 那我明白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同時產生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好像我的腰比較長的人 是否特別容易 那一節的負擔 就是那個成長的壓力比較大 是會大了 那是不是腰短的人 就相對沒有那麼容易腰痛呢 還有很多男士大肚腩 你都說中間的一節沒有支撐的 那個肚腩可能是十幾二十斤的 那是否腰更加容易露損或者痛呢 對 它更容易被腦損 因為我們講的腰跟它的重心有關係 你戴個大肚腩的話 整個重心前移 那麼腰椎就會受力比較大 另外腰肌就會附加額外的力量 就會引起腰痛 這個也是一個引起腰椎最常見的原因 那麼也就剛才講了 引起腰痛最常見的是兩種人 一種是很瘦的 腰很長的人 因為他肌肉沒有力量 在說我嗎 一種是很胖的 一種是很胖的 肚子很大的人 在說你嗎 因為他的肌肉的力量不均勻 我不要說我這了 就是肚子比較大 還有腰比較長的兩種情況是吧 是 那我還想知道 除了這兩種人是因為形體上的關係 其實還有沒有因為 性別 外因 性別 性別的原因 造成了腰痛的成因 對 最初就是年齡 我們從C講 年齡大了以後人的肌肉力量下降 他的肌肉力量一下降 他對股的輔助作用下降 就出現腰痛 從中語角度來講 年齡增大以後人的肾氣就不夠了 身體不夠了我們終於叫腎主骨生髓 那麼身體不夠了腎為腎之腐 那麼這個時候就會出現腰痛 那麼這都是跟年齡有關係 那麼腰痛有沒有分一些什麼類型呢 譬如說腎虛型的腰痛 或者真的是勞損型 有些人駕車駕很長時間 是勞損型 有沒有分類型 腰肢管狭窄 還有腰界老損 都會引起腰痛 那麼這是我們臨床上最常見的 也是我們終於關注最高的一部分腰痛 每個人的腰痛特點是不一樣的 那有的人的腰痛就很漫長 而且很軟 他喜歡別人去按 另外他也會表現一種比較沒有力量的感覺 那麼這一大類我們就查它是腎虛腰痛 還有一種腰痛的特點就是痛如針刺 固定不移 那麼這種也很常見 很多人就固定一個點 永遠都是那個點在痛 那麼也可能他以前有過一些外傷的病史 也可能沒有外傷的病史 那麼這種特點 我們都叫做瘀血腰痛 那麼還有一類特點就是跟天氣的變化特別敏感 一變天就會 那麼甚至說他不是一變天就會 是一變天之前他就已經知道了 天氣預報 一個非常好的天氣預報 而且腰痛還有一個問題呢 我們知道因為腰腿是連在一起的 我們知道實際上整個下肢的神經都是從腰發出的 所以呢很多腰痛連在腿痛 這個就是我們從西講的就是神經的問題 從中一講就是影響到了經絡 經絡不同的 它的腰痛的方式也不一樣 腰痛的原因有很多 不過從中醫來講 腰痛主要可以分為 腎虛腰痛、乳血腰痛、寒濕腰痛三種類型 腎虛腰痛一般表現為腰部胸痛酸軟 起垂起岸 乳血腰痛如刺如追、痛處拒岸 而寒濕腰痛是由寒濕之氣引起的 是最好的天氣預報 那麼這三種腰痛分別有甚麼特點呢 它們是甚麼原因造成的呢 馬上進入健康知識考考你的環節 腎虛腰痛是怎樣造成的呢 A.性生活過度 B.年齡大 C.腰肌勞損 D.吸煙 E.喝酒過量 我認為C不對 因為C應該屬於外傷 我覺得腎虛腰痛是否從內而外 應該是內因有法 所以我會選A.B.D.E 我覺得B應該… 其實可以取出的 因為有些人年紀大也未必腰痛 腎虛呢 我覺得年紀大不一定是腰痛的因有 腰痛通常就是… 除了年齡… 人體的進化度有關 年齡一大了 腰痛自然就來了 一定跟這個有關 所以我覺得可以這樣說 全選題 我選A.B.C. A.B.C. 首先飲酒不是一個直接的原因 抽菸會引起一些其他的損害 可能是肺更多吧 它引起心血管的損害 引起胃的損害 但是它跟腰溫有B.N.的聯繫 A.A. 我們常常見腎虛 腎衰都有關係 C.B.C.它就是慢性腦損 腰距腦是一個慢性的過程 它不是一個外傷 它是一個長期的慢性的腦累 引起第一個問題 所以它也會引起肾虛腰痛 引起肾虛腰痛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B.年齡大了 這是我們說年齡老人腰痛的機率最高的原因 講到這個腎虛腰痛 究竟有些什麼症狀 要跟周主任再探討一下 真正腎虛腰痛不是很厲害 它叫綿綿不絕 痛得不是很厲害 但是就比較難處理 就是如果臨床上 往往見到這種病人 他的病程會長一些 他的療程也會長一些 因為它是慢性的虛損性的疾病 那它早吃有什麼症狀 就是酸軟 早吃就痛 就是腰軟 你發覺腰開始慢慢有些酸 對 那基本上是人都試過的 你按下去 沒有嚴格,你腎虛正常 不,我有一個問題 周叔,請問一下 我有時候腰痛 它不是突然之間有 或者它不是持續 它是… 可能你日後比較累 然後到晚上 你睡覺的時候 一伸直過人 覺得腰痛了 就不可以這樣養著睡 就一定要遮住身份 那些算不算是… 那類型呢 這個不能算是腰痛 這應該屬於含屍了 這算是含屍嗎 對 但是好像跟天氣沒有什麼關係 它跟天氣沒有關係 它跟白天和晚上有關係 我們講白天陽氣重 晚上陰氣重 陰氣重的時候 血循環速度慢 那麼這個時候 它就會出現腰痛 剛才說了那麼多的腰痛 都是因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 都算是 那譬如好像 有些我們的不良的生活習慣 又或者是 可能一些職業造成的原因 那種腰痛是否就是 譬如好像一個的士司機 他一天有很多個小時坐在那裡 那好像我們說的 我們做主持人的 一個彩排一天下來 就整天站在舞台上 是緊了那條腰 晚上回去那個腰痛 真是不得了 特別是翌日起床那一刻 其實這些會不會長期 年復一年 年復一日 做成的一種腰痛 這就是典型的腰肌腰筍了 腰筍 就是長期的腰肋 它不是一個外力 它是長期的使用 長期的腰肋 而且是保持在一個固定的姿勢 就會引起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應該怎麼去保養呢 能不能恢復或者修復這樣子 有一個很好的辦法 就是說 腎去腰痛主要是由於年齡過大 性生活過渡 以及腰肌勞損這些因素造成的 那乳血腰痛和寒濕腰痛 又是怎麼造成的呢 中醫有甚麼好方法 可以醫治這些腰痛呢 下一節回來 周主任將一一告訴你 內容更精彩 歡迎繼續收看 明天拍封面? 一日…一日… 試試無敵新星級街傑市圓白組合 米牙美白粒子? 的牙真是白妝? 只需一日 無敵新星級街傑市圓白組合 買西洋芯就選康美西洋芯 康美中國慈名雙標 誰能比美15款奢華麵箱? 美容機構權威測試 答案是OLE大紅瓶 四周挑戰逆轉十年機靈 不信?正客春鑑新生奇蹟套裝 限量體驗價288 密齒梳游順挑戰 秘密是一支精華,兩大用途 飄游潤發精華素 一梳游順到底 飄游,密齒梳一梳,游順到底 專科出動 由明星清開靈,突約播出 表面看不到投視,就沒有投視? 來做個測試吧 新星級海飛士,能深入去試 效果擺在你眼前 小小頭試,都走不掉 去試實力派,當然海飛試 買西洋芯,就算康美西洋芯 康美,中國雌鳴雙標 吃什麼呀,這麼開心 她就吃開心了 我就得泡,等 推薦你們新太子,一分鐘起笑 這杯中結得這麼快,應該更容易洗吧 一分鐘就結笑了 剛才那些有東西都洗得很乾淨 一分鐘起笑,太子結晉,最後一步 這個風濕骨病很多年了 飲紅茅藥酒 關節病腰腿痛呢? 飲紅茅藥酒 那腎胎腰酸,腳又發軟 那胃寒皮虛,筋骨痛呢? 那當然,飲紅茅藥酒吧 六十七味中草藥 老風濕重風濕 腎胎腰酸,脾胃虛寒 你也試試紅茅藥酒 大藥自豐濕,大方泉百年,百年紅茅 始創1739 究竟怎樣緩解,站得來和坐得來 引起的腰肌勞損呢? 立刻有請周主任揭曉 有一個很好的辦法 就是說,人家喝水的 把那個水杯放好以後 放在你手夠不到的地方 你只要,比如說在你工作 作為一個辦公室 在你工作的狀態中 你哪怕站起來 取個水杯,轉身喝完水坐下來 就是一個很好的調養 一個很好的調養 如果這些長期不保養的話 就很容易,到最後就中施 一旦出現就會很麻煩 一旦發生就會很麻煩 因為它是一個積累的過程 積累是很長的時間的 可能兩年、三年 也可能十年、八年 但一旦它發生 那麼所有的都來了 就遠都不可以 所以這個怎樣保護是最重要的 我就覺得 先問問腎虛這個腰痛 是應該怎樣去 就是說未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否要怎樣保護 或者出現了之後 應該怎樣去醫治呢 中醫對這個還是要分析的 看它是屬於腎虛還是腎虛 如果腎虛的話 就便宜冷 這個人就明顯表現得怕冷 手腳怕冷 臉也比較白 臨床見到很多很多病人 那麼還有一種是腎虛的病人 腎虛的病人它也是一種 休息不夠 這種最常見休息不夠的病人 廣東叫做虛火 他睡 休息 頭一天晚上熬一天夜 第二天就開始腰痛了 那麼這種腎虛的病人呢 它往往就出現一個繁熱 手心繁熱 睡覺不好 然後他也是腰痛 然後還有口肝這類的問題 那麼治療是不一樣的 要區分的 那如果腎羊虛應該吃一些什麼樣的 我們腎羊虛就是用金貴腎氣丸 那麼如果腎羊虛就用六味地環丸 或者叫支柏地環丸都可以 都是很出名的兩個方式 對 而且是一個很穩定的方式 療效比較穩定 那我想問回如果是陰陽同時兩虛的朋友 那又應該怎麼辦呢 那麼其實我們中醫裡頭 本來就有很多藥 就是陰陽雙補的 其實最簡單的 剛才講的那個金貴神氣管 它就是個 實際上它是陰陽雙補的藥 我們叫陰中求陽陽中求陰 一般來說是陽陽的藥 它都是由陽陰的藥去打底 然後再用一些補陽的藥 所以它是這樣是一致的 它們之間是具體的只是醫生在治療過程的一個選擇 但它們在本質上都是差不多的 我想補充問一個問題 除了剛才我們提版講的ABC 是造成肆虛的一個原因 腰痛的一個原因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休息 就是說生活不規律 生活不規律引起陰陽虛 而且非常常見 而且也會引起陰陽虛 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睡覺 睡夠 那麼有些人生活睡不夠覺 他就會手涼腳涼 有些人睡不夠覺就會煩躁心煩 那麼就是根據個人本身的體質不一樣 它會有一個轉化 但是不管是引起了腎陽虛還是心陰虛 休息都是最好的方法 運動會不會對腰痛有所改善呢 譬如我們這些經常都沒有空去運動的 可能真的有時候覺得腰是特別淵淵尺尺痛的 有些朋友可能他一個星期有一些時間 去運動一下的話 反而他的腰是不會痛的 就是會不會是多些運動 多些動會對腰有所改善 對腰症狀 那要看你是怎麼樣的運動 運動有不同的方式 那麼有的運動是好的 有的運動是有問題的 比如說呢 你哪一個是有問題的運動 比如說倒走 倒走反而不好 倒走是有問題的運動 就是這樣子倒著走是有問題的 喉嚨好多 你看很多都代表給大家講倒走 說倒走很好 就像剛才講到的 腰痛的原因是自然給人的 是因為人本身的結構的問題 倒走是一個刻意設計出來的運動 就是說人設計出來 這不是自然本身的 那麼當倒走的時候 很自然地挺胸抬頭 他實際上就要給人一個胸啊 挺胸抬頭 叫腰要伸展 因為倒走可以造成這樣一種狀態 他認為是好的 那麼第一就是眼睛是長在前面的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朝前走路 你看腳尖的方向是我們走路的方向 先落地是腳後根 如果倒走 如果你腳後根先落地是什麼感覺 一定的腳尖先落地 這樣它跟人的受力方向是不平衡的 不均衡的 所以它是有問題的 那麼也有些人走得很好 那麼他怎麼走 彎腰低頭向後看 彎腰低頭向後看 那麼我們倒走所設定的這種特定的挺胸拔背 斬腰的這個狀態就被破壞掉了 所以倒走來說不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其實保腹腰最重要的還是維持生命的本能 就是說你看小孩剛起來是怎麼走的 小孩會走路嗎 他不會走路 爬 這就是生命的本 那我們要恢復四肢著地嗎 向孩子學習 是一個非常好的辦法 經常在床上爬來爬去 當然是這樣的 如果你覺得這個樣子不雅的話 那還有一個替代的辦法 游泳 游泳真的很好的 這個比較好一點 游泳這個也是有個很無效的 有属於一個防禦的 對 你會看到游泳的時候 這個腰的受力狀態 和爬的時候腰的受力狀態是一致的 它都是恢復生命的本能 那自游泳還是仰泳 什麼用椰式 應該是椰式很厲害的 都沒問題… 對於腎虛引起的腰痛 在調理前 一定要分清陰陽,對症下藥 另外,很多不良的生活習慣 都會造成腎虛腰痛 例如狗錯或狗站一個姿勢 因此要保持腰部健康 一定要適當運動 例如游泳對腰部非常有好處 接下來考考大家 乳血腰痛的常見原因是甚麼呢 A. 外傷 B. 急性扭傷 C. 關節炎 D. 骨質增生 我認為ABCD大包圍 不中的 狂風呢 應該關節炎也算是 對,我覺得不是 好,周主任正確的答案 到底是什麼呢 骨質增生是疾病的一個結果 它不是原因 關節炎是對疾病的一個定義 對疾病的一個定義 它也不能叫做一個原因 真正引起瘀血腰痛的原因 一個就是外傷 還有一個就是急性的扭傷 急性扭傷不是外傷的一種嗎 是啊 所以這裡就兩個都選了 對 外傷它的概念更大一些 怎麼樣的動作 會很容易造成這個急性扭傷 比如說跑步的時候 突然發力呢 或者說一般人 在一個人在前面在跑步 突然有人在背後叫他 趕快一回頭 就可能去出現瘀傷 但我覺得這個會不會 循環到第一個問題去了呢 就是像刷牙或者猛的用力 不就是屬於急性扭傷的一種嗎 他就是一個誘癮 那麼急性扭傷呢 他還有更多的情況 但都是運動不當引起來的 那麼如果是急性扭傷的話 他往往是出現了局部有瘀血 局部也出血 我們有時候看到 這個受傷了 受傷怎麼看著沒事 第二天腫了 局部出現瘀血了 那麼這類他如果是瘀血腰痛 他一定是有瘀血在裡面 那他有什麼症狀呢 一方面就是疼痛固定不移 然後就是說他有一個牽拉感 就是當你活動的時候 他會受到控制 你某一個位置你是動不了的 直接用頭痛扯住 對 它會扯住 局部會出現組織的年齡 那麼這是瘀血 但是瘀血腰痛最常見的是年輕人 年輕人的用力多 活動多 那麼出現瘀血腰痛 受傷的機會也多 不要覺得瘀血腰痛 就是一個眼前的事情 瘀血腰痛呢 它也是一個可以很長時間的 它也可以很長時間 不是那個瘀血散走了 它就不會痛了嗎 不會 可以這樣 那瘀血它到底會不會自己散走呢 如果是比較大面積的話 您要講它有的會散走 有的會不散走 中醫講瘀血呢 它只是一個概念 它是一個概念 它不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 像我們很多老人 他說 哎 腰痛了 什麼時候發生的 最近這幾天 以前有沒有腰痛呢 以前也疼 不厲害 最早什麼時候疼的 三十年以前 然後當時干中火 受傷了 這種損害它會積累 幾十年下來 這次是徹底大爆發 如果其實不是那麼嚴重的 我又覺得少少腰痠或者腰痛 有什麼藥方之類的東西可以 像一般 我一般就用無竹魚 還有來夫子無竹魚 還有不骨脂 用這些藥把它混在一起 各用50克配一些癌藥混在一起 拿一個布 封個兜 然後把它放在威波路途 釘一下 然後它那個香味一出來就可以用 不用把它洗嗎 就乾著釘 當然是乾著釘啊 它是有油性的藥物 這些藥物它是有油脂的 它起作用就是揮發油在起作用 那麼你一釘 它的香味出來了 香味出來了 它的揮發油出來了 揮發油出來 你用的就是揮發油 藥性的出來 但是這也是一個輕症的用的方法 與血腰痛可能一開始痛得並不厲害 但是如果疏於治療留下病根 可能上了年紀就會徹底爆發 導致難以再遇 因此一旦腰部受傷 一定要及時就醫用藥 接下來考考大家 抬濕腰痛的常見原因是甚麼呢 A.登山 B.提寵物 C.坐得久不動 D.穿著短褲或短裙 E.赤腳行路 我都是CDE 因為提寵物那些 我覺得提寵物更多的 有時外印會引起 我就是A.D.E. A.D.E. 我選C.D. C.D. 我是小包圍 究竟有沒有人答對呢 他們三個 我看了五個檔案 如果想登山的話 還有拿中霧 我想大家一定會出汗的 出汗的 出汗是甚麼 熱了 我們上山都是穿很厚的 光光走路也會出汗 一邊走一邊脫衣服 它很熱 它會越來越熱 提中霧一樣的 所以它不會引起寒濕的 那麼久坐不動 這也是一個很常見的 引起寒濕的一個問題 你看我們有個特點 如果平常到處走走得很熱 它一坐不動 越坐越冷 越坐越冷 對 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天冷的時候 這個情況 它主要是人的氣血不運轉了 你不活動 氣血慢慢就會運轉 就會減慢 就會引起寒濕腰痛 那麼光腳走路 我想如果這個時候走到廣州大街上 你就會看見這樣一個景象 我會看到一些老年人 穿的是棉衣 穿的是厚褲子 光腳 穿一雙涼拖鞋 在廣州街上經常會看到 這種其實是很不好的 這種含從腳下伸 對腰是很不好的 那麼穿短裙也是這樣 穿短褲 長穿短褲 那是專門動膝關節的 那麼我們講膝關節很有意思 它缺少脂肪組織 你們摸摸自己的膝關節會發現 它沒有什麼脂肪 就是肌腱 骨頭 那麼含氣直接就進去 進去以後呢 就會是肌肉收縮 中文叫做含煮收影 肌肉一收縮就會引起什麼 用力就不平衡了 長此以往它很容易起腰痛的 而且是很麻煩 很難治 那我想問一下 這種寒濕腰痛有什麼症狀呢 它最大的表現就是怕冷 然後呢 痛著不移 然後呢 洗暖 然後呢 寒濕腰痛 還有一個比較麻煩 寒濕腰痛呢 它一般都比較重 比較重 比較重是什麼概念呢 疼的程度比較重 很疼 很難受 很辛苦 很疼 很難受 很辛苦 我剛才講到了白天清晚上重 因為白天氣血運行得快 晚上氣血運行得慢 中文叫白天的陽氣盛 夜的陰氣盛 它也會腰痛比較厲害 還有就是天氣 寒濕跟天氣關係非常大 這種寒濕腰疼我最關心的就是 這個濕氣到底怎麼樣才能把它排出去 最簡單的方法還是運動 那麼當我們運動的時候呢 氣血運行加快之後呢 隨著汗液啊 這些濕氣就會排出去 那麼吃中藥也可以啊 鍛煉 其實最好的方法還是鍛煉 中醫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說針灸、愛灸、保健操 您今天有沒有帶一些類似這樣的方法來 那麼我可以給大家講一些比較好的方法 您來示範一下好嗎 我來示範一下 其實無論是腎血腰痛還是寒濕腰痛 很大部分原因都是跟缺乏運動有一定關係 保持適量的運動對於護腰非常重要 接下來的節目 周主任將會教大家一套護腰保健操 簡單易學 效果也都很好 千萬不要錯過 健康環繞著我 攀亭潤潤潤大宋 大營春節保衛展 就喝天地一號 大營春節保衛展 就喝天地一號 極細線條及精緻眼妝 全新美寶蓮極細眼線壁 零點零五毫米 極細線條 勾勒精緻眼妝 不免染 輕鬆卸 全新美寶蓮極細眼線壁 來,我們檢查一下牙銀 又出血? 當然,牙銀根源問題未解決 根源不是上房嗎? 其實,牙銀根源問題在更深處 普通中草牙膏減少牙銀出血 新莊佳潔市全優七效 深入牙銀根源問題 源自牙醫專業成分 從根源護銀 牙銀好了 深入根源護銀 佳潔市健康專家 資訊笑容全中國 豹姐 畢業十年同學會 幾乎還像二十五歲 秘密就是一瓶勝多瓶的 玉蘭油多效胸護霜 同步對抗七大歲月挑戰 真正有效的 一瓶就夠了 玉蘭油 蜜齒梭油順挑戰 秘密是 一支精華兩大用途 飄油潤髮精華素 一梭油順到底 飄油蜜齒梭一梭 油順到底 寶寶的柔嫩肌膚 需要最柔軟的呵護 幫寶式特技綿柔 帶來五星肌膚呵護 從內到外 如棉花瓣柔軟 給寶寶肌膚 無與倫比的舒適 幫寶式特技綿柔 吃什麼這麼開心 她是吃開心了 我就得泡等 推薦你們新胎子 一分鐘起笑 這邊弄得這麼快 應該更容易洗吧 一分鐘就見笑了 因為東西都洗得很乾淨 一分鐘起笑 胎子捷徑就有一步 表面看不到投資就沒有投資 來做個測試 新星級海飛絲 能深入去試 效果放在你眼前 細小投資也跑不掉 去試實力派 當然,海飛絲 馬連到喜事到 年三十晚七點 合府等請 馬連廣州新春大聯福 向經典致敬 重現那四年的歡樂時光 南派上升泰斗 黃振英 逢港高徒高曉潘 紅康傳人 郭同女 銅台謙記 即將失傳的雜傻 眼花繞亂的魔術 聽出以後的靚歌 合府等請喜事年 加德堡2014馬連 黃州新春大聯福 由加德堡獨家冠名播出 年三十晚廣州電視台 本土志強震傭 陪你過大年 馬上請周主任 跟我們示範一下 護腰保健操是怎麼做的 先要雙腳以前同寬 手放鬆 然後雙手擦腰 手向大四指向前 然後這個時候盡量轉 左右向後轉 左右向後轉 先向右邊 好 轉兩次 再做第二次 嗯 再做一個 六 七 八 二 七 好 那麼我們再轉第二個 轉腰 轉腰這個時候 大指向前 四指向後 然後這個時候才能轉 把腰首先 最重要是把腰保護好 然後向前轉 先向左邊轉 左邊轉三圈 三 然後在右邊轉三圈 這樣把腰保護起來 讓它運轉起來 嗯 對 然後我們再做 對 然後我們再做伸展 雙手向上抬高 盡量伸 伸 好 放下來 放下來 放下來之後 不要 不要彎 直接放鬆就可以了 嗯 那麼我們再做一次 那麼這其實是一個 擁抱藍天的動作 你要有一個擁抱藍天的這個意念 嗯 那麼最後呢 我們就要扣腰 那麼我們就可以放鬆放鬆 就可以結束我們的 這個樣一個很小的鍛鍊 好, 謝謝 謝謝…謝謝太太 謝謝太太太 謝謝 接下來又到了我們今天的 健康達人看問題的環節 看看今天的第一條短片 最近天氣比較寒冷 六十多歲的墨姨穿得比較厚實 每天它好像平日一樣 放了一桶水在家裡拖地 拖著拖著, 不小心滑下 不怕扭著腰, 跌在地上 什麼事… 怎麼樣?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呢? 怎麼回事呢? 那條腰呢? 來, 別動… 千萬不要動, 擦吧 擦吧, 是中醫的正統療法 擦吧, 肯定會好的 身體真的不要擦 你…你快扶我起來 說你不相信 究竟急性扭傷可不可以按摩呢? 我的理解是首先第一, 首先看她 急性扭傷後, 局部有沒有腫 有腫, 絕對不可以按摩 如果沒有腫的話, 你要懂得按摩 你不懂得按摩, 可能會增加 以前阿婆、阿嬤較浪 腫了哪裡, 腾腫到頭 腫到頭, 腫到頭 找個熟雞蛋不停滑 不停滑 但滑都是輕輕的 滑滑, 不同按摩 拿手來按摩 輕輕按摩 一按就大, 越按就越腫 因為它越來越… 那個積語越來越龐大 請教一下周主日馬 究竟急性扭傷可不可以按摩呢? 那麼急性扭傷呢 它一旦發病之後呢 所有局部的治療都是很忌諱的 所有? 所有局部的治療都是很忌諱的 包括按摩啊, 包括理療都是很忌諱的 那應該做些什麼呢 很想幫它呀 那個噴沒有用的 熱敷也不行的 冷敷它在一個短時間內它是有效的 因為它可以收缩血管, 阻止血流的更多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持續冷敷的話 它會引起寒冷 它也不好 但是短期內它是有價值的 那麼急性扭傷呢 其實最好還是到醫院去處理 那麼我們有很多的治療 包括針灸效果也很好 但就是說不要抓局部 不要在局部做治療 我們中醫針灸以後 尋經取穴, 遠處取穴 對它都有價值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 就是剛才周醫生說 什麼都不要處理, 不要動 那麼要去醫院 那麼有沒有一個辦法 就是說 我不打算去醫院的 那麼我真的又扭傷 那應該怎麼做呢? 躺著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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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至少躺一天吧 反正我們就覺得 但是它那個症狀是不會減輕的 會減輕的 會減輕的 為什麼呢? 是什麼原理呢? 你看我們躺下最重要 首先是肌肉放鬆了 那麼它會有肌肉扭傷 肌肉扭傷 它會有肌肉的痙攣 你會發現局部是硬的 那麼我們其實一扭傷 你看那個肌肉 背後那一塊肉肯定是硬的 那麼你躺下之後 它首先給它一個放鬆 因為還有一個就是 當你躺下的時候 那麼局部是受壓的 腰上是受壓的 你的腰在床上壓 它也有一個止血的作用 所以國外呢 對於最早關於腰椎病呢 它的概念就是 如果腰椎病怎麼治 要不就去做手術 要不就躺三個月 那麼他們有這個概念 就是你躺著 讓肌肉完全放鬆 然後呢 阻止局部瘀血的處在多 因為它可以壓迫止血 哦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 第二條短片 看看阿芳的腰痛 又是怎麼回事 三十多歲的阿芳 是一間外揭的財務 臨近年底 要處理的財務報表很多 經常對著電腦加班加點 最近一段時間 阿芳經常覺得腰痠背痛 上班無精打採 他聽說經常腰痠背痛 是腎虛引起的 就去了藥房賣 經常賣廣告的補腎口服液 回來補腎 你又在亂喝甚麼 補腎口服液 補腎口服液 補腎喝甚麼 我最近加班 腰骨很痛、很辛苦 腰骨痛也不是喝的 電視上 而且人們都說補腎口服液很好 這樣是沒用的 而家婆就覺得阿芳的做法不對 要算陪同人起的腎虛 喝補腎口服液 可否補腎呢 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妥當 首先我們要看 他為甚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他出現這個問題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坐在打電腦 久坐 久坐再加上熬夜 我們所有的治療 其實首先應該針對病因去做治療的 針對久坐的處理方法就是運動 站起來 走動 生活不規律就是按時作息 這首先是針對病因的治療 其他治療腰酸腰困的情況 也許可以給一些藥物治療 也許需要做補腎的這方面治療 這不是他自己能夠做決定的 應該去看醫生 我們講腎有腎陰虛 腎陽虛 醫生才能做一個比較客觀的判定 他自己這麼做其實是比較危險的 吃核桃或者吃豬腰這些傳統的做法 有沒有效呢 作為一個常規的保養 這種做法是有價值的 作為一個治療手段 這種方法是非常不夠的 力量不夠 那如果這種常規保養的食療方 您今天有沒有一些什麼好的 推薦給大家呢 對 我給大家推薦了一些食療方 核桃和龍骨湯 其實就用豬龍骨 或者羊的龍骨都可以 我們今天中醫講到以形補形 它還有大量的鈣質 還有骨髓 它都是這些東西 當然有肉也比較好吃 它去配上 用半斤的龍骨 配上二兩的核桃 煮在一起包成湯 就有比較好的一個作用 核桃本身就是補腎的 中醫講很重要補腎的一個藥 它是補羊還是補陰呢 它是補腎的 它不一定 它偏溫 偏溫 但是它比較平和 它是行腦 也有行腦提神的作用 所以它不錯 用它這個可以包 一個禮拜可以包一次到兩次就可以了 核桃本身也有補氣的作用 它也有補腎的作用 所以它的作用比較廣泛 另外它最重要的是 它是一個食療方 所以一般就是說 比如說腰痛時間比較長的病人 比較慢性的病人都可以用這個方 第二個就是補腰健身湯 也是我們中醫叫做藥術同源裡頭的藥 它就有一定的藥性了 核桃基本上還屬於食品 藥性也是用一個龍骨 取一個引筋的作用 它要取那個引筋骨形 一個加杜仲 一個加桑基生 都可以用一兩 都用50克 桑基生它主要是補肝腎筋骨 它本身治疼的作用 本身就有治疼的作用 那麼杜仲呢 它就有補腎的作用 它是非常有名的補腎的中藥 那麼兩個都是補腎的 那麼久病 肾虛 體困的病人 都可以吃這個方 那麼第三個呢 第三個其實是個足癒方 外用的 我們主要用鹽 四千號中的水 然後對一兩的鹽 一兩的白鹽 那麼中語講 鹽能入腎 鹹能入腎 那麼取下這個作用 那麼加藍葉 藍葉有藍葉油 也可以加到30克 藍葉藍葉油呢 藍葉油它本身是活血的 它也是溫氧的 活血溫氧可以增加血液循環 另外它有一點點輕微的發汗作用 那麼可以出濕 那麼這兩個配在一起 用泡腳 溫熱泡腳 效果會比較好 那麼如果出現腰痛的情況之下 其實在食物上面有什麼秘技呢 腰痛的病人其實最怕的就是 第一是怕涼 第二是怕濕 就是說怕良性的東西 那麼我經常告訴的病人 其實最常見的良性的東西 往往就是苦味的 中英叫苦寒 苦寒放在一起的 那麼像一般叫竹筍 竹筍是苦的 苦筍 然後廣東人喜歡吃這個芥菜 苦芥菜 它都是效果很靈的 就是病人頭天吃了 第二天就會腰痛的 廣東人很喜歡用葛根煲湯 那麼葛根煲湯 那麼葛根呢 它比較偏於寒 偏於濕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是實際上是把 用葛根煲湯 覺得它清火啊 但其實它清火 它也就是清熱 清火跟清熱 它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經常是頭天吃了葛根湯 第二天就腰痛 還有苦瓜 是不是也是比較寒涼 苦瓜是苦的 也是寒涼的 那麼還有一個 最容易被大家忽視就是大澡 大澡是寒涼的嗎 不是補血的嗎 大澡是溫性的 但是它的描述應該叫溫潤 溫潤 但是呢 就是對腎不太好是吧 對腎很好啊 問題它是潤的受不了 我們知道廣州這個地方呢 特點就是濕重 相對來說呢 廣州這個地方的老年人 得這個病啊 多半都和濕有關係 很多的肾虛腰痛呢 它說是肾虛腰痛 多半都是加濕的 那麼大澡這個潤呢 你跑到這個地方 它就會變成濕了 但如果冬天或者秋天 比較燥的時候吃 會不會沒帶大影響 那你看你的體質是什麼體質 往往人腰痛的時候 已經是肾虛失重的體質了 你再去吃大澡 那跟天氣沒關係 它就會注濕 我想問一下 大澡跟紅澡 是不是性質是一樣的呢 大澡就是 就是一樣的 大一個小 對 那麼大澡的特點是 它不一定引起腰痛 就是說它往往吃了之後 它引起腰重 這是濕的特點 越吃的腰越重 越吃的腰越重 你讓它把大澡戒了 它才能很好治 否則之前非常難治 好,謝謝周主任 也謝謝三位嘉賓 今天真的一口氣 提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有很多都是平時我們認識當中 有些誤虛甚至有些錯誤的 沒錯,其實還有教了我們 很多平時怎樣護腰的一些 保健粗 還有一些食療的方法 其實無論是老年人也好 或者是年輕人也好 其實這些方法也是最重要 平時多點做 不要糾錯 這樣保護好自己的腰 也以後年紀大的時候 也沒有那麼多病痛 好,謝謝你關注這期節目 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紛紛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記得留意我們的微博 再見 再見 大家想不想知道月劇名寧 盧秋萍 以及著名美食家莊神的 冬季養生方法呢 你們想不想了解冬季那三種食物 是院長極力推薦的呢 當你覺得天寒地冷的時候 有甚麼小秘方可以抗寒防感冒呢 下期健康100分,請來重量級專家 為大家詳細推薦冬季養生三部曲 絕對不用錯過